我是赵绍康 欢迎你来到赵绍康时间的现场 我们今天非常难得请到司法院副院长 苏永钦 苏夫院长在我们现场 副院长你好 你好 少年兄你好 各位听众好 是 那么我们请苏夫院长来 主要是谈最近司法院预备推一个新的制度 是 就是官审制 是 那大家比较常 比如看美国的什么电视 LA law 或等等这些 常常看来就是陪审制 是 大家也听过 美国陪审制 什么多少个陪审 才能做那个 一致通过的 是 好像觉得说 避免法官 这个你说 难听你叫钻断 是 或者说法官独裁 因为现在有人讲说 台湾现在很民主 一切都有制衡 只有法官 好像可以跟皇帝样大 他一做什么就什么 别人也不敢去干涉他 一干涉他就说 你是干涉司法独立 等等 所以外面有这样的批评 那另外就是 好像 这个每一审 每一审 他们说到了法院 好像要到庙里去烧香拜佛 因为我们常常看到 一审二审三审 那个判出来的结果 完全不同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那到底怎么回事 理论上都是 台湾就那么几个大学 那么几个法律系 都要通过 这个司法官考试 然后都要到那个什么 训练手去受训 为什么出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所以就有人认为说 如果有人名能够参与也不错 但是当然有不同意见 也有人说人民的素质够不够 等等 所以今天请副院长来去 特别谈谈这个官审制 司法院为什么要推 那当然进一步就会谈到 为什么不用陪审制 陪审制跟官审制的差异 对台湾的国情等等 什么大陆法系 美国法系 是不是请这个素质够不够用 因为我听了你讲过 讲得非常深入浅出 我想一般民众 可能没有那么深的法学概念 我觉得听了你讲以后 应该会比较清楚 为什么这样 是不是请副院长跟我们讲 一个个来吧 就说官审制的目的是什么 官审制的目的 就是希望人民能够有机会参与审判 那我们目前规划是刑事审判 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要定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护治安 民众有生命的自由 可能会受到国家刑事高权的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 人民对于国家的司法 如果不信任的话 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看到在这部分是过去从前年 这个白玫瑰运动以及陆续一些案件 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问题恐怕是这个 已经存在相当久冰冻三尺 我们觉得跟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 基本上是外来的 它不是从土地里长出来制度 那可能有关系 那这个即使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制度 如您刚提到的美国 他们尚且有这样一个选择一些案子 我们看到像最近的苹果对三星 那么大的一个案子 也找了陪审员来一起参与 可见得你对于一个这样一个 基本上不是我们属于文化的一部分的 这样一个司法制度 我们即使做再多的努力 如果没有类似这样的一种机制 让人民有机会参与审判 特别是像刑事审判 他对于这种审判体系是不信任的 不信任结果非常严重 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民众的不信任 是没有道理的 你司法自己要让他信任 所以从两年前 赖浩敏院长和我 我们到司法院以后 谈了很久 我们决定把这个整个司法走向社会 缩短和人民的距离 做一个大目标 经常提到的 有时候我们开庭准时 开庭态度改善 这是其中我们一点都不低估的 非常重要的改革之一 但是比较结构性的改革 让人民不只是在法庭里 接受到比较好的一个对待 不只是在可以参与司法的管理 根本就直接参与审判 这件事在很多人也许觉得不能想象 我们通过这个立法提出 也要告诉他 不是不能想象 在人类历史里头 这有几百年的历史 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民主国家 都已经有了 看起来很奇怪 法律是这么专业的东西 我们在医学不会去想象到参医 让普通人跟医生一起去开刀 或者做诊断 但是法律这专业跟医学最大不一样 就是你如果不信任他 这制度所谓定份指针 基本上就不会起到它的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制度 而且我们也有把握在司法 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以后 他的审判的独立裁判的品质 都经得起考验 我们欢迎人民一起来参与 通过这个过程 不仅仅是让人民更了解 司法决定是怎么做的 怎么去重建一个事实 怎么去做成一个法律判断 而且倒过来 也让我们长期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 工作的法官 有机会真正了解 民众为什么会有一些 好像从法律人角度来看 也不是很恰当的一些想法或期待或情感 我们也希望民众也能够通过这样参与 影响到法官 他在做可以做一些裁量 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他正确地反映民众的感情 所以这个写在我们的条例第一条 它是一种互动 一方面要反映人民的感情 第二方面让人民通过参与来了解 也来信任这个司法 那这个目的可不可以达到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规划 已经到今天已经有一年半 将近两年之久 也通过各种的这个实证的调查等等 我们发现民众参与的热情非常高 我们通过了六七次的这个模拟法庭 我们发现大体是可行的 当然问题还很多 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赖院长原来他是律师 是 那苏副院长也是学者 教授 法学教授 所以就说等于是你们从比较了解社会的 社会一般的对司法的看法 进来了 那传统上司法人会不会反弹 他觉得我本来好一个人审判 干嘛要搞一堆不懂法律的人 我还要教他 还要告诉他 其实他已经烦死了 现在法院的量其实蛮大的 我看那个法官的这个负担其实蛮蛮沉重的 我到法院去开庭 我看20分钟一个庭 20分钟一个 20分钟一天拍 那个法国家 那个法官是不是头盔脑胀 那个漏的非常重 那还加上这个司法人员他们的看法 怎么他面不面配合 对 狭义的您讲的司法人 可能就从法官检察官公部门的司法 为业的人 那广义的当然还包括律师 公正人其他这些周边的 再加上法律教授 他算是中间的 再来就是一般民众 那对于这样制度大的改革 从中间到周边的 其实都受影响 我们教的也不是这样的东西 律师他们也已经习惯了 那样以此为业 赚他的面包 法官检察官更是已经习惯了 原来的那种非常非常精密的 这个这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那样的 非常逻辑体系的那种东西 那现在突然有一些一天 法律都没读的 加进来分享他的权利 你可以想象那种感觉是冲击蛮大的 第二个那个改变 那个期待未来我的负担 就如您刚刚讲 这个司法行业 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满党了 做任何改变 那个成本都很大 所以如果没有通过很长的说服 还有很仔细的规划 以及中间的一些像我们说试点 试行这样的方式 恐怕困难会非常大 那事实上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台湾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那有这样讨论 甚至有这样立法的尝试 都不是今天两年前在开始 二十几年了 从林阳港院长民国76年 开了一个全国的司法改革会议 就很多人提出来 而且见即旅即的林院长 就定了一个草案 但是类似的讨论 在到今天二十几年了 隔一段时间会挑起来 大概都在您刚提这个因素 因为所有跟司法核心周边 有关的行业 想一想都说 有最好 不过最好不要影响我现在状态 既然会影响 那没有 我们都没损失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吵得很凶 大家也很热烈的讨论 可是最后有人说 那算了 就大家都算了 状态就是这样 甚至非常夸张的 司法院前后提了三个法案 从林院长到后面 欧院生院长更是积极的提过两个法案 但是两个法案 或者没有出司法院大门 自己就打消 或者到了行政院 行政院说你来说服我 可是看起来我觉得简单讲 违宪这一关 宪法这一关就未必过得了 所以也就 大家也就算了 就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觉得 第一个情况更好了 就是说司法的内部 我们在制度上建立的独立性的保障也好 法官操守的这种管制 或者他们这种自觉 或者裁判品质的提高 这倒不是我们主观的讲 有些客观数据来看 其实它是在缓步成长 一直到今天 我们可以相当知道说 我们司法绝对不差 所以第一个 更有条件我们开大门 让民众来参与 如果我们今天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随便讲 我们对岸的大陆 他的司法还在起步 他现在如果来参审 我觉得是 我们讲了也许夸张一点 乱上加乱 你让他独立 再参审 我不知道怎么样 所以这第一个是有条件的 是情况是这样 第二个 我们民众对于这个司法的那种要求 也因为现在我自己感觉 整个网络社会的行程 传播的更那种方式大幅的改变 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评论的机会 或者观察 表达一件机会 司法其实面对更大的压力 也就是过去 大家不排 近而远之就算了 实际上大部分的人 一生不需要进法院 所以司法好不好 与我何有在 现在不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那个 儿童性侵案 法律 法院做了判决 某个报纸做了报道 一夜之间 站站站站站站 二十几万人 组了一个联盟上街头 就这事情 反恐有法官 会不断的发生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左思右想觉得 一则实际也成熟了 二则 我们觉得 现在司法要做一些改变 他要主动一点的 然后让 把门打开 让人民进来 让司法自己的脑袋也换一下 那让人民 跟司法有一种结合 让这个制度 一百年以来终于有机会 真的在土地里生根 那么民众对司法了解 不一定就表示说 司法不会犯错 可是他会建立一个合理的期待 他会对司法更 从我们的角度看 更建立在他的认知上 我们现在制度 我有时候感觉是 或者根据我自己做的一些调查 不是像人家想象 官司有赢有输 赢的一定很高 输的都不高兴 其实赢的人 有时候也一脸忽惑 我怎么赢的都不知道 因为太精密了 律师讲的话我也不懂 法官也不懂 这就是那种 中乐透的感觉 所以这是不好的 我们希望司法 如果不能在土地生根的话 这司法 你再做再多内部的改革 其实是越历越远 我们希望通过民众的加入 在我们的这个 既有的基础之上 让他像一个产品一样 变成这个文化的一部分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 在那些国家 他是把司法当成生活一部分 他的这个戏曲里头 那个一般的各种文化的产品里头 都有司法 他嬉笑怒骂 可是他是他生活一部分 他接受他 您刚提的 苹果对三星 很多的批评 那个结果 可是大家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司法 我们希望有一天在台湾 谈到司法的时候 大家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司法 我们也不会把他当成上帝 他一定不会犯错 我们知道一个案件里头 充满了谎言 事实重建是很困难的 你要做一个决定 然后法律也是非常复杂 你有时候有假说 以说禀说 你要做个决定 只有当人民参与了 然后参与一个案子 他知道无罪推定是怎么回事 是冒着一些风险 可能这个有人 这个有罪的人跑掉了 可是我宁可这样 这个这种价值需要通过 参与才会形成 不是你一直讲无罪推定 无罪推定 大部分人他听听 表面听懂了 真的碰到一个个案 他说这个人看起来是有罪就该杀 我们要建立一个文明社会 也需要通过参与 所以我们想 像官审制度这样的建制 是有深刻的文化意义 是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司法院副院长 苏永青 苏副院长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